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最关键的事儿都在等候主驾云降临 你不知道主回来了 啥 主回来了 我咋没看见呢 主回来凭眼睛看就能认识吗 你得会听主的声音 你得寻求真理啊 寻求真理 我在网上看见全能神教会见证 主已经回来了 主真的回来了 人家听见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 认出了神的声音 就认定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就是道成肉身的全能神 全能神发 等会儿 怎么了 你是说主耶稣回来了 名叫全能神 对啊 这就不对了 这怎么不对了 就算主回来了 还得叫耶稣啊 怎么能叫全能神呢 神的名是不会变的 你说神的名不会变 我会 那我问你 你问旧约里神的名叫什么 耶和华 新约里神的名叫什么 耶稣啊 神的名是不是变了 神的名变 哎 这 这还真变了 没错吧 哦 是 神的名变了 那也不能证明神末世还有新名啊 陈弟兄 我再问问你 你问 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是怎么说的 这我知道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嗯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嗯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并我的新名 都写在他上面 有新名吧 哎呀 这还真有新名 可不是吗 神的名啊 不对不对 怎么又不对了 经上可说了 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既然说是一样的 怎么能有新名呢 陈弟兄 你就没发现神的名有奥秘吗 奥秘 那你说说 奥秘人怎么能说透呢 那倒是 但是 神能揭开一切的奥秘 那神说了吗 神说了 怎么说的 我得听听 那你可得听好咯 有的人说 神是永恒不变的 这话也对 这话也对 对呀 但是只剩的心情 神的实质 神的实质是永恒不变的 他的命变了 工作变了 并不能证明 他的实质变了 就是说 神永远是神 这是永恒不变的 这是永恒不变的 这话听明白了没 没有 那我给你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 你说 好比说 你在学校当老师 学生怎么称呼你啊 陈老师啊 那要是做了医生呢 陈医生呗 那要是开店当了老板呢 那当然是陈老板咯 你看 你的职业变了 别人对你的称呼也变了 你还是你吧 那还用问 当然还是我了 哎 同样的道理 经上说的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是指 神的性情 神的实质 永不改变 可不是指 神的名永不改变 无论神的名 神的工作 怎么变 神还是神 也就是说 神的实质 永远不会改变 神的名 是可以变的 哎呀 你可算是明白点了 这么说 神末世的确还有新名 嗯 那 神为什么要取名 又为什么要改名啊 这个问题啊 全能神的话里 就有答案 哦 怎么说的 全能神说 神原本没有名 只是因着要做工作 要经营人类 他才就此取一个名 或两个名 或更多的名 神原本没有名 因为要做工作 要经营人类才取的名 这话新鲜 以前可没听说过 杨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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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再听一段 全能神的话 好啊 全能神说 为什么耶和华 与耶稣是一 但他们却在不同的时代 叫不同的名呢 为啥呀 不都是因为工作时代不同吗 就一个名 能将神的全部都代表了吗 嗯 这样 只有在不同的时代 来叫不同的名 以名来更换时代 以名来代替时代 因为没有一个名 能将神自己代表的完全 只能将神的具有时代性的性情 代表出来 只要能将工作代表出来 即可 这话对呀 神多伟大 多全能啊 一个特定的名 怎么能把神代表的完全呢 是啊 一个名并不能代表神的全部 嗯 神每做一部工作 都要取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名 来代表神本时代所做的工作 以及神所发表的性情 嗯 这是神做工的原则 也是神更换名字的主要原因 哦 我明白了 一个名只能代表一个时代 一部工作 时代变了 工作变了 神的名也随之更换了 哎 对喽 我跟你说呀 哎哎 你别老说呀 来唱一段 行啊 那咱们就唱一段神话语诗歌 好 耶和华这名 是在以色列当中做过 神所取的名 神所取的名 其愿意就是 能怜悯人能周族人 又能带领人生活的以色列人 即神的既族人 那主耶稣这个名呢 耶稣本是一马内力 愿意是满有慈爱 满有怜悯的救赎人的 输最急 他是做恩典时代工作的 是代表恩典时代的 只能代表 经营计划当中 一部分工作 哎呀 这些话可说得太好了 这下听明白了吧 听得我是毛色顿开呀 耶和华这名 只能代表律法时代 主耶稣的名 只能代表恩典时代 嗯 那 神末世再来 肯定也会有新名 来代表末了的时代 对喽 哎 你刚才说神末世叫 叫 全能神 没错 这有圣经根据吗 圣经启示录早就有预言了 那赶紧说说呀 启示录一章八节 这我知道 你来 主神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嘎 是西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 全能者 还有十一章十七节 十一章十七 西在今在的主神 全能者啊 我们感谢你 因你执掌大权 做王了 还有四章八节 十五章三节 十六章七节 十九章六 哎 停 这 这么多呀 可不是吗 这些经文啊 都预言了 神末世的新名 叫全能者 也就是 全能神 哦 我想起来了 启示录里预言 天上的四活物 二十四位长老 他们敬拜神 都称神为 全能者 对咯 哎 那我再给你捋捋 那就捋捋吧 一本圣经 旧约 新约 启示录 旧约 是记载 神律法时代的做工 神的名叫 耶和华 新约 是记载 恩典时代的做工 神改名叫 耶稣 没错 启示录 预言了国度时代的工作 神的名叫 全能神 一位神 在三个不同的时代 做了三部不同的工作 取了三个不同的名 哎呀 神的名可真是奥秘啊 要不是神发表话语 亲自打开这些奥秘 没有任何人能说透啊 是啊 哎 杨弟兄 啊 你明白这么多 都是从全能神的话里明白的 对啊 那我也想看看全能神的话 你也想看看全能神的话 那能不想吗 来 你看 那是什么 这 哎 画在肉身显现 这就是全能神发表的话语吗 对啊 全能神的话 哎呀 这么多呀 你刚才读的都是这本书里的 对呀 这本书里的话呀 可都是真理 嗯 我听出来了 全能神的话 的确都是真理呀 哎 杨弟兄 啊 我还有个问题 哦 你说 末世 神以全能神证明来做工的意义 又是什么呢 全能神说了吗 说了 说了 人信神必须明白的一切真理 全能神都说了 那可太好了 哎呀 我得好好看看 你看这儿 哎 让我来读读 我曾经叫过耶和华 也曾经被人称为弥赛亚 人也曾经爱戴我 叫我救助耶稣 今天 我已不再是 人以往所认识的 耶和华和耶稣 而是在末世重归的 结束时代的神 满载着我的所有性情 而且满有权柄 尊贵荣耀的 兴起在地级的神自己 之所以 佛取这名 又带有这样的性情 就是为了 让所有的人都看见 我是公义的神 是烈日 也是火焰 让所有的人都敬拜我 独一真神 也让人都看见 我的本来面目 并非只是以色列人的神 也并非只是救赎主 而是天上地下 和沧海中的 所有受造之物的神 感谢您的